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去年这个洋芋我种了200多亩地 因为去年这个洋芋特别适合着一下生产 种植 它产量又稳定 品质又好 所以在去年的200多亩地基础上 今年种了500多亩地 今年这个目前的情况是产量比较好 这个效益也比较好 近几年呢 我们加大这个新品种的引进 和这个农业技术 农业技术推广 同时呢 对我们马林鼠种植货 加大这个科技的这个培训力度 这是增加了我们老百姓的这个收入的同时呢 而且还提高了我们特色作物的这个抗灾和减灾能力 就是需要教士练习的这些 在区域上三个月